2017年12月,中共中央经济会已定下了2018年。 中国复原广大,至今为止,仍有巨大的基建空间。基建包括交通基建及环保基建。交通基建最重要的当然是铁路建设。中铁0390,中铁建1186和中交建1800自然受益。 中铁与中铁建过去大半年股价早已逆史升。说明投资者一早认定中美贸易战。必定会使中国政府加快基建。以内需来彼補出口的损失。曾热炒环保基建古多海货。环保基建也是中国政府近年大力推动的。 当然,环保需要投入资金。因此经济过热时如果再增加环保投资。可能会使已经过热的经济更加过热。 制造通胀。现在面对不明朗的中美贸易战。正是时候扩张环保基建。环保基建包括污水处理。天然气供应。水电。风电及太阳能电。 再讲上市环保基建股非常多。有些股价不断逆史向上。有些侧随大史向下。理由是这些环保企业的地方色彩很强。 不同地区的条件不一样。因此盈利表现也不一样。有些股份曾经一度热炒。炒作后累积了大量蟹货。限制了股价回升的力量。 因此。最简单的选择还是看过去的表现。看基本因素。看P、E值。看股息率。新创建业务扶国策仍有4.6厘股息。 新创建0659是我比较喜欢的基建股。在内地有多种不同基建投资。包括交通基建。拥有公路权益。 也经营火车货运。污水处理。完全符合国策。此外。也经营香港的新巴。乘巴。收入稳定。过去三年股价反复向上。今年多次疫史向上。更创出历史新高。尽管股价一升再升。仍然能保持4.6厘的股息及10倍P、E值。 水力发电是经营成本最低的新能源。水力发电当然不是任何地方都可以搞。四川是中国最多水力发电资源的地方。目前。正好有一只规模不大。但稳健的四川能头1713准备在香港上市。 经营四川省宜宾市的水力发电厂。规模不大。但事性在垄断。并同时拥有发电及电网资产。情况有如香港的中电0002。港灯2638。以水力发电。受国家支持。是环保能源股。也是公用股。香港中华煤气0003在内地也经营燃气。 水务。新能源业务。而且规模远比香港的业务大。 水务。